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很开心的告诉大家 战战机器5最后一个行动吧 即将在8月3号到来 这真的是最后一个行动了 这个游戏也两岁了 开发组目前在帮忙光红无线的研发 还有战战机器6的研发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这次行动吧 有什么新东西吧 新增了一个人物 Bernadette Mataki 还有一个新的反派 KetoFrawl 新的地图仪式 PVP方面的话也有更新 有全新的武器皮肤 全新的奖励 然后在PVP的自定义赛事 还添加了一些原型武器 就比如说马克萨MK2 还有复活手榴弹 然后还有一些PVP方面的调整 PVP方面的话 以前的那些活动都回归了 都可以在自定义房间中开启 就比如说 陶利卡达持久战热潮 然后涡戎和中庭 这两个地图也回归了 这两个地图之前有个bug 就是你把装配机移到那个地方的话 那么敌人只会从那个地方出生 我们只需要守那个地方就好了 接下来还有全新的执行奖励 你们可以暂停看一下 接下来是全新的Re-Up 再度录武 已经提到60次再度录武了 还添加了17个新的成就 然后从8月6号到8月9号 300%的经验值加成又回来了 你也可以直接到官网 看这些OP8的更新 我也会把官网的链接 直接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OP8的宣传篇 就结束本期的视频 准备自己 OperationEight has arrived Bernie Mataki a long-serving gear and legendary sharpshooter who takes down every enemy standing in her way That's how it's done Ketor Vral High Priest Crusading Zealot Consumed with hate Focused on wiping out humanity With sun barely breaking Through the thick hazy mist Ritual takes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Nalangi Islands Back for another operation The new tour of duty Get ready for Operation 8 In the heart of the Nalangi Islands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